這個上下級加起來大概只有3%到5%的事情 是我真的真的親身經歷過了 就是有一個情緒勒索的部分 你知道其實全家有私訊我 喔真的嗎 因為他們 乏勿熱身中 然後就是有什麼飆車主啊 然後你看七姨然後每天都在撞 什麼男女糾紛啦 然後什麼借錢不還 難道不能有一個懶人包 難道不能有一個警示的作品去 有點像是去啟發大家說 你不用去走這條會造成很多痛苦 然後造成很多損失 造成你很多遺憾的道路 由我上YouTube去搜尋就是 講描述山路上騎車的猴子的一些影片 其實已經存在一些影片了 可是大部分都是搞笑 你找錯交往對象會怎麼樣 你到處亂欠錢會怎麼樣 你騎車的技術不去精進 然後自己亂騎下場會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人用一個比較黑暗的方式去詮釋 我只是這種思維 我覺得算是看見一個市場的缺口 行銷的缺出來 市場的缺口 我們把妹圈就是少了把妹猴的故事 這個上下集加起來 大概只有3%到5%的事情 是我真的真的親身經歷過了 就是有一個情緒勒索的部分 第二集的後半部 然後男主角走火入魔了 他投射他刻板印象 但是他講話的方式 他其實是有點請了 你不照我說的做 你去外拍就是這樣 你就是不尊重我 你不照我說的做 你就是不愛我 我有遇過另一半這樣 我有可能要好的女生同學 然後他長得很好看 可是我跟他當同學這麼久了 我也從來沒有就是 跟他在一起啊 或者是跟他很親密啊什麼 從來都沒有 他就一直有一個妄想 就是說好像 Erik 隨時會被這個女生搶走 好像Erik 隨時會去拔他 你知道其實全家有私訊我 喔真的嗎 因為他們 發佈熱身中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那麼嚴肅啦 他們只是 提醒一下 因為商標太接近 我公司附近有 然後我家附近有 因為咖啡可以寄杯 變商標這樣 然後我的寄杯換我跳船 從7-7-1跳船到全家